嗨,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呢,我就是想要说 我的烫发初体验 也是一次让我超后悔的烫发 而且我也想要做一些 Paper Skin的这个Turn Up的Treatment的测评 还有几个我想要分享的 我觉得护发的好物 所以一开始我想要说的呢 就是为什么我会去做这一次的烫发 我就是上了小红书 看了很多人烫了很好看的头发 然后我就跟我自己讲 既然我每次都烫不好自己的短发 短发好难打理 真的是每次我要卷发做什么 我都觉得很苦恼 现在还算长了一点 到了这个肩膀的这个Lang 之前我是短到这个 这边我觉得 我会附上一个我之前的头发的长度 然后我就去我的做头发的地方 我就去给他看了这个影片 我就去做了这个头发 为什么我会这么的讨厌这个头发呢 是因为我觉得 以为我以为 烫了头发过 我就不用怎样去打理这个头发 就是每天都会有一个 很漂亮的卷度 可能我只是吹的话的时候 需要去吹到那个形状出来 结果我第一天烫回来的时候 我的头发是干到 我是根本连梳都梳不到的那种 你看就是这么的毛躁 已经过了整两三个礼拜吧 就是现在已经算 我有去保养 就是有做很多东西 才可以看起来没有这样乱 只要是 就是一堆 我现在已经绑起来了 可能我应该放下来给你们看 就是 你看就是这样一堆 而且就是你看不出 它有一种很明确的卷 就是一堆毛 我觉得就是超乱 我第一天回来 我是根本连这样输都输不到 现在还是有一点点卡卡的 可是比之前好很多 之前我是根本这样输都输不下来 就是一堆很干很干的头发 然后就直接看起来更加的多一坨在这边 其实探完的那一刻我就已经后悔了 就洗了第一只头过后呢 我就照着它说的这样去捶 捶也要捶外往外 然后 真的是 超乱 然后就连我绑起来 就是你看现在如果我绑起来 它一直就是一堆这样 我就觉得它超乱 然后 我第一天我就 这样做 然后我觉得很乱 很难看 然后我觉得第二天我就洗了呢 我就用了这个东西 叫做这个DQ 其实我很喜欢这个 Hair Perfume Treatment 我觉得它真的是 它味道真的是 很香 然后它之后会让你头发很滑 就那时候我头发就是一堆很杂很乱 然后我就 喷了这个 我就这样酥 酥了过后呢 我就觉得 它至少看起来没有这么的乱 我就也每一次这样子洗 已经没有再吹干了 因为我根本就不会吹干 后来我就用了一个东西 叫做这个Cure Cream 是我很久以前买的一个产品 当你洗完头过后呢 你就是 它头发还湿的时候 就是你用毛巾擦干的 这样挤了一点 然后就这样子 这样子 scrunch你的Cure 就这样子按了按 然后我就让它风干 因为我真的不会吹 我觉得它吹要更乱 就是会这个样子 至少看起来 没有这么的乱 所以这个是我找到的第二个方法 所以下一样我做的事情 就是觉得可能把头发 烫得没有这么的亮的颜色 我头发就不会看起来这么毛糟 所以我就用了这个Abra Skin Turn Up Treatment 我用的这个颜色呢 是粉红色的 你把头发洗干净了 它就是很像个Treatment一样 你就把这个擦上去 所以就是我擦 那我的发根根本就是没有烫到的 而且那个红色根本就不明显 我在太阳底下拍的照片就是有少少红 而且洗了 我觉得我洗两三次过后 它就已经掉了现在这个 这个褐色了 就是跟我这些发色是没有差别 而且我觉得它根本就没有滋润到我的头发 我的染完过后还是一堆草 那时候染出来就是一打一打的 就是你看到这边 可能里面 因为我的发根根本就是染不到 所以里面自己的黑色根本就是看到黑色 然后就外面一点点的红 你擦上去的时候也很难看到 你头发是湿的 湿的很多的特别黑 然后人家就擦擦擦 就你也不知道你擦在哪里 我就是用手这样子搓 搓搓搓就尽量的把它擦均匀 可是根本就没有擦均匀 因为拿出来根本就看不到任何的东西 就好像你的发盖也这么黑 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自己染来干嘛 而且也没有滋润到的头发 收到滋润头发 过后呢 我就用了一个我最近很爱用的一个发膜 就是这个SUPAGEE的 PREMIUM REPAIR MASK 这个呢 它是说你要shampoo加买conditioner过后 你才用的 它也是可以很快的洗手 就是你从你的发根擦到发尾 就擦全部都要擦了 你就按摩一下 其实你马上洗它也是吸收到了 我的头发洗完垢真的是 我觉得前所未有的滑 因为我探完垢真的是 那种 你知道那种根本输不下的那种感觉吗 我发完这个发膜垢 我居然可以这样子输 然后我就觉得好感动 然后突然间的头发就是 会像现在一样 看起来 是没有这么的糟糕 而且现在我也不懂 要怎么样去补救它 只可以等它长后 可能把它剪掉 有些东西你做错了 你可以reverse way 这个根本就是 不能去补救啊 就是你 我要 就是这样 我真的觉得很生气 所以请要去探反了你们的 慎重考虑 或者是你可以去看一下 你做头发的地方 到底有没有帮过客户做类似的 因为我那个地方 它是没有去说它之前 客人做的样子 所以我也不懂 它到做的好不好看 而且我相信那个发型师 给他看了那个影片 我就跟他讲 我要这样子的卷度 也有可能是我头发本身的发质 就不是很好 所以探出来就不会那种 你看到很柔顺的那种样子 就是看起来 就是我看起来就是很毛躁 可能就是探坏了 每个人的发质都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会的话 还是用卷法棒来卷 我觉得最保险 就是就算你不喜欢那个卷度 你就是洗一下就没事了 这个真的是 会好长一段时间都在我头发上面 已经让我看起来 比我自己的年龄还要更老 这个时候我觉得有一点点我不喜欢 可是不做都做啦 就没事啦 就是当成一个教训就是这样的 而且通过这个经验 我也发觉到很多很好用的东西 而且我还是要再次想调 这个真的 很好用 而且它很香 我觉得它很香 我觉得就像把香水喷在你的头发 而且它真的是可以吃 只有一整天都 可以有这个香味 以前我常常都发的时候 我可以喷在发味 到早上我喷了 晚上回到家 还是会嗅到那个花香味 我真的觉得很香 所以以上呢就是我这个 染发的初体验 我觉得是蛮失败 蛮后悔的一次初体验 谢谢你们的观看 我希望你们有喜欢这个影片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吧 拜拜 拜拜 我们下燈地》 我们下个影片